哈喽,安娜达 今天说要给大家回忆一部 非常刺激的童年科幻喜剧 这部电影简直就是科幻穿越 和家庭狗血伦里的完美结合神作 追击八月十五 真的可以改变历史吗 是未来的你叫我回来陪 现在的你去执行任务的 男主角是一个小警员 名叫何若智 一天他在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 突然跑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这何若智居然Beauty下巴 烟头弹到人家身上 哎呀 请问这烟头是你的吗 我原本以为这个小女孩要把他臭骂一顿 可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居然主动要和他约会 走的时候还亲着他一下 一会儿十一点 望角银龙茶餐厅 不见不散 拜拜 这是什么操作 何若智也不知道他走了哪门子的桃花运 和小女孩告别以后他继续执行任务 这何若智真的是一个菜苗警察 任务现场有一个人拿着玩具仿真枪 引起了现场混乱 胆小的何若智就放走了一个大妈 走 快走啊 他居然是为了让这个大妈做掩护 然后跟着一起逃跑 逃出来以后何若智非要帮助大妈找身份证 结果一不小心 把这位大妈的包包给扯烂了 没想到包包里全是脏款 原来这个大妈就是他们要抓的罪犯 惊奇之下何若智就抱住了这个大妈 吃溜一下 他把这个大妈的假皮给撕掉了 没想到这位穿着黑色芭蕾舞衣服的男人 就是警方的头号通缉犯 麦基华 我就是蝉联五年 头号通缉犯 外号变形金刚的绑架小天才 麦基华 他拿出那颗手榴弹 要炸死何若智 可他一不小心丢进了下水道里 王八蛋 送你个波罗 此时警车已经包围了过来 刚好之前被何若智调戏的那个女孩在旁边偷看 麦基华就顺手劫持了他 正当双方僵持的时候 刚才丢出去的那颗手榴弹 顺着管道这么巧就滚到了麦基华的脚下 只听见砰的一声 麦基华和那个女孩被炸得灰飞烟灭 现场只留下了一条钻石手链 何若智以为这条手链是那个小女孩的 他就给带回家了 大哥 这可是死者的遗物啊 很不吉利的耶 原来这个何若智家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 名叫真优美 这真优美对她是言听计从任劳任怨 真优美发现了她带回来的那条手链 那这链子是谁的呀 真的要说 嗯 何若智就向真优美坦白了 她在案发线上精神出轨了一个小女孩 可她却没有救下这个女孩的命 虽然她没你那么火辣迷人 但她那清纯的外表开放的内心 整个一少男杀手 可真优美之前是舞厅跳舞的 她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何若智喜欢的类型 于是她把那串手链还给了何若智 然后伤心的走了 那你搞得清楚自然来找我 再见 等未婚妻走后 何若智再一打开门 她居然又看见那个被炸死的小女孩 何若智你没去银龙茶餐厅 你放我鸽子 小女孩闯进了何若智的家里 她不准何若智再逃跑 还在她的顶部装了一个GPS追踪器 何若智问这小女孩为什么要铲着她 小女孩只好告诉她了 她其实是来自未来的陈美玲系列机器人 何若智的思想还挺前卫的 她居然相信了 就是 未来什么事都有可能实现 原来前天晚上她遇到的那个小女孩 是110号机器人 因为性能太差所以被炸死了 现在眼前这位是120号改良版的机器人 就强大多了 120号机器人也表明了来意 原来这个陈美玲系列机器人 都是何若智的弟弟发明的 就在今年的8月15日 何若智会因为意外 死在跑马蒂坟场的玫瑰花丛下 因为何若智的死自己到了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就会在不久将来发明机器人芯片 而她的弟弟也会娶一个老婆陈美玲 并用她老婆的形象发明陈美玲系列机器人 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芯片之父 的哥哥 120号机器人现在的任务就是 确保何若智可以在8月15号那天准时归西 我会确保你在8月15日之前毫发不损 而同时我也保证你一定活不到8月16日 何若智听完以后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弟弟 一定是搞错了吧 我压根就没弟弟 资料是不会错的 电子产品虽然强大 但他们总是讨不够的命就是 要充电 对不起 我该充电了 何若智就趁着120号机器人充电的时候 打掉了她的腿 这么巧她的腿就是电池 没了电池机器人就废了 何若智就把机器人的身体丢进了水箱里 突然她的警察同事找上了门 说她牵扯到了一起命案 到了警局还让她换上了嫌疑犯的衣服 她换上衣服以后 和监控里的杀人犯完全吻合 你们看看 这身衣服也太配套了吧 何若智无力辩解 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女警张警官 挺身而出替她说话 只要一天没定罪 她都只是一犯 可是他们的上司郑思儿 好像是铁了心要搞掉何若智 郑思儿苦口婆心 告诉何若智认罪的好处 就干脆认了她吧 杀警察你 到时候传媒争相报道 谁不知道你若智啊 进了大牢 喝个重饭抢着你做大哥 出来了 又可以出自传 做一个文化人 自传的版权还能卖去好莱坞 瞧你这张嘴 我差一点都被你说心动了有没有 虽然男主的名字叫何若智 可他不是真的若智啊 他趁机痛击郑思儿的头部 然后逃出了警局 还抽空换了一套眼人耳目的震态妆 就在他无路可逃的时候 他遇见了一个洗碗的大姐 这位大姐就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你去重庆大厦51号找阿玲 他会帮你办个假护照 还提供一条龙服务 我帮你放心 大姐你人可真好 好你妈个头啊 吃回扣啊 记住亮我的招牌啊 鞋钉横辉啊 很快和若智认 来到了51号铺 找到了扮假战的老板阿玲 这个阿玲圈和之前的机器人 长得一毛一样 一番交谈以后 他发现 眼前这个女孩不是机器人 她就是陈美玲本尊 你是人 怎么称呼啊 陈美玲 为了能够活过8月15日 何若智就想到了一个邪恶的点子 他只要杀了陈美玲本尊 那他就不会成为芯片之父的老婆 那也就不会有陈美玲系列机器人咯 可是他那么厉害 手上还有枪 我怎么才能下得了手呢 于是他决定利用情感打击 当场就跪下向陈美玲表白 还把他捡来的那条手链送给了陈美玲 这陈美玲是个孤儿 没人疼没人爱 突然跑来一个男人向他表白 他当然是当真咯 跟我一起捞跑 跟我一起远走高飞吧 他立刻收拾包袱 何若智一起偷渡私奔 今晚九点有船 走吧 他们两个赶到了码头 遇到另外一对偷渡的父子 他们双方为了抢船打了起来 何若智准备趁乱一枪打死陈美玲 结果枪法太烂 把偷渡的船给打爆了 美玲不要怪我 这对父子积极败坏就绑了陈美玲 快点别玩花样 不然就杀人质 什么宰了他 那么正合他意 谁是这个时候他的臀部突然发光了 比多比多比多 花样怎么多玩屁股上去了 原来是跟踪器发出了信号 120机器人突然赶到 救走了何若智 双方胎 没想到之前何若智把他丢进水箱里 浑浊的水可以倒电 他那条断腿的电池又把他给激活了 120机器人赶来救他 目的还没有变 一定要让他在8月15日准时归西 我打算用货柜箱把你沉在水底 8月15再取出来拿去送死 为了活命 何若智再一次打断了他的电池腿 接着他转头去找陈美玲 他一定要把他给解决了 可等他找到陈美玲 陈美玲已经身负重伤 可他还紧紧地握着他送给他的那条手链 何若智被感动到了 他还是选择把陈美玲给救了 陈美玲也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身世 其实他是一个孤儿 自幼就被一个长腿的叔叔收药 我18岁离开孤儿院 终于可以和长腿叔叔见面了 没想到这个长腿的欧巴 是一个专门做假证的阿三 所以他才加入了做假证的行业 听了美玲的声势 何若智彻底沦陷了 他决定要带着美玲私奔 他现在和陈美玲在一起 那芯片支付就不会娶她 只要她熬过了8月15日 就不用嗝屁啦 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哦 这何若智的骚操作也是一波接一波 他准备带美玲私奔 居然还让她的未婚妻 真有美替她筹钱 还是赶紧给我10万块钱 没事就赶紧回家吧 可是我等着急用啊 短时间里你有办法筹到吗 美玲看到他们两个 在马路边亲密的行为 怒火中烧 何若智就只好忽悠她 她非常可怜 和你一样是个孤儿 她7岁那年我就开始助养她 我们感情可好了 跟新生妇女一样啊 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 看着她那真诚又单纯的眼神 那哀笑的眼睛 陈美玲居然相信了她 上车 何若智临走前 还想去见一见她单亲的老妈 可她的老妈却告诉她 不用私奔了 妈 我被人害了 嘘 隔墙有耳 上总不再说 因为她给何若智找了一个继父 刘博士 刘博士开发了一个秘密基地 可以藏身 这儿呢 足以让八个人生存半年 何若智也是很惊讶 她老妈再婚了 她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妈 那您改嫁刘博士 将来不会打算给我 这个弟弟什么的吧 结果她老妈又给了她 一个大大的惊喜 其实她和刘博士早就结婚了 只是害怕何若智受不了 所以才一直隐瞒她的 他们两个还给她生了一个弟弟 已经八岁了 八年前 我给她生了个儿子 弟弟 她这个弟弟可不得了 智商堪比爱因斯坦 简直就是个天才小神童 预算什么 我在算太阳黑子 在赤道乙气影响 伽马射险的情形之下 一件一动的生物 以一分钟六十公尺的速度行走 折射出来的阳光的影子 能不能用来做能源吗 这他们是八岁 我都不信 难道她就是未来的芯片之父 陈美玲机器人的创造者 现在长大了 打算做什么 科学家了 那打算发明什么 多数是机器人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何若智之逃脱不了 八月十五日 葛屁的命运了 晚上她和弟弟 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她特地嘱咐弟弟 一定要好好的照顾陈美玲 还有你千万千万要记住 不敢辜负别人 从此他们一家人 就住在了刘博士的秘密基地 未婚妻真优美也来了 每天还帮她洗衣服 洗裤衣 看见真优美帮她洗裤衣 陈美玲就不高兴了 凭什么那一日本牛 一直帮你洗那裤 你这是什么 妇女情深吧 别瞎想了 不行 我也要洗 不管了啦 人家也要洗 你干什么你 真的是太甜蜜了 另一头在警局里 张警官一直相信 何若智不是杀人犯 他也找机会 和何若智交谈过 何若智告诉她 她是被冤枉的 而且警局里面有间隙 她还告诉张警官 她遇见了未来的机器人 电池就在他们的小腿处 机器人的痛小的 就在左腿的上五寸下五寸 你往那咬牙切齿的一敲 他们就完蛋了 没想到张警官 非常的信任她 可是何若智又没和她讲清楚 张警官以为 机器人是反派呢 刚好他们的上司 郑三 一个劲点想陷害何若智 张警官就怀疑 她是不是机器人 然后就公然的去 捏人家小腿 其实你的鞋满新的 来看一下 这里啊 这是警局 别动 这位姐姐 你胆子也太大了 舔吧 郑四就把张警官给抓起来了 还诬陷她和何若智是一伙的 警方刚刚宣布 拘捕了一名警员张琪 怀疑她对杀害警察的逃犯 何若智产生了感情 这罪名也太扯了 这个时候何若智在新闻上 看见了张警官被捕的消息 他不想连累张警官 就随便找了一个茶餐厅 打电话给警方想说清楚 结果电话暴露了位置 警察立刻赶到包围了茶餐厅 何若智的弟弟人小鬼大 居然用手假扮手枪 想劫持人质 我要一辆直升机 不良耗的两百万美金线车 一百包一个件网均冲的脑轻松 还有学校过年放假 要放到年二八 不然一分钟扎一个人质 快 快跟警察说 这个提议不错 放假到年二十八 何若智不想连累八岁的弟弟 走上不法之路 他只好出去认罪伏法 他被郑瑟给抓了 郑瑟居然一直逼问他 手链的下落 原来那条手链 就是一开始那个黑天鹅 卖鸡划的东西 看来背后一定藏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时候 陈美玲假扮律师 混进了警子 他从鞋底拔出了闪光弹 把何若智给救走了 可是警局的火力太猛 他们根本就逃不出去 这个时候何若智想起来 120号机器人一定会 保他到8月15号的 于是他却肆无忌惮地 站了出来 果然120号机器人 立刻出现 把他们给救了 他们准备把张警官 一块带走 可是张警官不愿意 为什么呢 你们走吧 我是狮子座的 我不做逃犯 崇哥也是狮子座的 咱们狮子座有骨气 狮子座好样的 回去以后 何若智就把所有的事情 向大家坦白了 他原本是想干掉陈美玲的 可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他发现他真的喜欢上陈美玲了 现在事情败露了 他也不可以再错下去了 他要让历史重回正轨 于是他就强迫陈美玲 和他的弟弟在一起 脱 脱 哎呀 你就脱吧 你要是连衣服都不敢脱 以后还怎么跟姐姐白头到老呢 喂喂喂 他还只是个孩子耶 他只是个孩子 陈美玲一气之下就离他而去 我以后都不会回来 看看你们所谓的历史 能怎么写 何若智也觉得自己对不起真优美 把真优美也给劝走了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强的人 那我真的走了 到时候来送你一张 何若智只能和冰冷的120号机器人在一起 等待8月15的归西之日 突然郑思尔打电话来了 他说他绑架了真优美 他要何若智第二天带那条手链去换人 而交易的地点就是跑马蒂坟场 明天11点带上手链来换人 救命啊 救命啊 跑马蒂坟场 第二天刚好就是8月15日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命中注定 但是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弃 刘博士也给他搭配了一套高达装备 非常的灵活 这次光光光 最特别之处就在于思想可以控制动作 灵活度等于用自己的手一样 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自己的手呢 真的是听君一席话 甚听君一席话 没想到陈美玲也突然杀了回来 他不准何若智去冒险 可是真优美是被他们两个的事情给连累的 这人他们必须得救 于是他们两个就一块去救人 约伦吃饭了吗 没有就陪我开打吧 等到了跑马蒂坟场 何若智一顿套话 终于让郑森说出了心里话 其实 去年在谭香山 我跟他已经订婚了 原来一开始何若智炸死的那个黑铁鹅麦基华 就是郑森最爱的人 他们两个一阵一邪 作案无处 赶天动地 那条手链就是他们两个定情信物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打开他们两个脏款金库的钥匙 难怪麦基华被炸死以后 郑森想尽办法要灭了何若智 还有之前张警官摸他的腿 也难怪他非常的不爽 因为人家不好这口 你个扫包 然而郑森失算了 没想到一旁的120号机器人居然有直播系统 刚才他自爆的内容 全部在电视台同步直播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话 他已经微波直播 传送到全香港每一台电视机上 连世代广场那台和所有的三级手机都能够看 观众朋友们表示 这个故事实在太精彩了 郑森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和他们火拼了起来 何若智追着追着 就发现了一块玫瑰花丛 这不就是机器人要他死亡的地点吗 何若智就和郑森在玫瑰花丛边扭打了起来 随后洗刷冤屈的张警官也带着警察们赶到 陈美林为了救何若智居然开枪乱打 反而被警察打中了一枪 混乱中警察又把枪指向了何若智 就在这个时候 郑森突然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 他替何若智挡下了这一枪 郑森倒在了玫瑰花下 怎么我好好的会冲出来替他挡子弹呢 历史改变了 原来历史已经被改变了 在美国也有个机器人穿回古代执行任务 可是他的任务失败了 导致爱迪生提前三天发明了灯泡 情歌 情歌改变了曾孙对音乐的看法 决定将毕生奉献给音乐事业 何若智的爸爸就是为了看这个艺术表演 耽误了五分钟没遇到何若智的妈妈 就是这五分钟 便何若智的妈妈遇上了郑伟明的爸爸 两个人一见钟情 什么事弄得你这么胖啊 还不都因为小郑了 小郑 真的是好奇妙的五分钟 所以郑森儿就成了何若智老妈的大儿子 何若智反而成为他妈妈的第二个儿子 所以他才是芯片之父 何若智因为他太太的死而发奋图强 他现在才是芯片之父 这就是传说中的蝴蝶效应吗 可是陈美玲却重诞生亡了 未来的故事也被改变了 何若智即将成为芯片之父 他为了纪念他心爱的女孩陈美玲 所以才研发了陈美玲机器人 你要努力啊 努力干什么 干什么都要努力 电影的最后何若智开始奋发图强 开始好好学习 这个题目谁会做 我会我会 这个题目谁会啊 我会会会会 我会会会会 这道题目谁会的啊 我会会会会 我会会会会 这位大叔你真的很牵奏耶 结局的时候他在学校的厕所里 又遇见了陈美玲机器人 是未来的你叫我回来陪 现在的你去执行任务的 什么任务啊 回8月14号就陈美玲啊 什么 难道历史进程还可以再改变 电影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说这个结局真的很有心理 相比俗套的大团圆结局 这场结局给我们观众 增添了不少的想象空间 这部电影是零四年拍的 真的是相当的大胆和前卫 也许未来科技 真的会实现也做不定呢 如果你有陈美玲机器人 你希望他回到过去 帮你满足什么样的事情呢 反正我要是能穿越的话 我一定要提醒 敬各位小伙伴 麻烦把我视频的点赞 补一补好吗 完结 散花 更多有期视频 记得关注冲哥说电影 比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自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